華僑文教中司 參加今天晚上的頒獎典禮 還有雙十國慶的鏡頭會 首先我們請經文處徐立文徐大使 無論是什麼樣的背景 我們林雲君主委最喜歡講的兩岸三地 對不對 曼哈頓的華步 包括我們法拉盛 包括柳澤西 其實不只 只要是支持中華民國 熱愛寶島台灣的我們的小姐的好朋友們 只要我們國內有困難遇到天災 遇到有需要在國際參與方面推動 或者是在提升我們的能見度上面 大家都是出錢出力 從來都不落人後 所以呢這一次當然很遺憾每次 台灣我已經跟大家報告過真是 常常會遇到天災 我剛來的那一年是台南地震 這一次呢今年是花蓮的震災 但是花蓮的震災我知道我剛剛一看不得了 我們這熱心捐輸的 我們不管捐款的多寡 只有一百多個單位和個人 實在是大家的關心喔 這個對台灣 對我們這些受災的國人來講 是非常非常溫暖的 因為是海外的關心和支持 我要在這裡特別感謝大家 那當然這裡面我們除了花蓮的震災以外 還有其他一個喔 有一個桃園的火災 也是這裡有一些關心的 僑胞也有捐款 那我們五月台灣在WHA參與上面 這個世界衛生大會的參與受到阻礙 我們這邊的僑胞也是發生 甚至有人我知道很熱心還到日內瓦去 一起參加遊行 希望能夠激起國際間對台灣 國際參與的重視 更不要提五月亞太傳統月的期間 大家辦的活動真是越來越精彩 我們除了我們的那個 著名的台灣巡禮 今年好幾萬人還是有參加的 台灣巡禮 除了這個以外呢 更是有許許多多的台灣傳統日相關的活動 今年更難能可貴的是第一次 在中華總商會的推動之下 紐約市議會辦了一個台灣傳統 文化傳統的慶祝活動 在市議會辦真的是第一次很難得 而且我也要感謝我們很多小官 踴躍地去出席 把這個市議會的場地喔 擠得都快點爆 讓這個主辦的這個市議員非常感動 所以表示大家都很關心 只要跟我們國家有關係的事情 不管是出錢出力大家都跳出來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呢我們是利用這個 剛好保護區的這個國慶籌會 第一次舉動會的這個場合呢 來把今年這個僑借呢 幫助這個花蓮震災的出款 還有很多其他包括 大家也許記得 五月的這個亞裔傳統月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僑款也辦了相當多 跟台灣有關的台灣傳統月等等的活動 那僑委會希望能夠肯定這些僑款 對我們在這裡的貢獻 還有對我們的支持 所以特別要藉這個機會來做頒獎 那我也要藉這個機會 特別感謝我們在他們的地區的僑界 不管是傳統的僑社 還是在新興的僑館 不管大家從哪個地方來 支持中華民國熱愛寶島台灣 當我們那裡有一些危難的事情的時候 或者是發生天災的時候 大家的捐輸都是如落人厚 而且都是讓人民很感動的 這是我們特別感謝的地方 我第一次做主席呢 是2006年已經開始做了 但是我做主席一定做 為什麼我們要跟亞裔一起 組在一起 但是我們曉得有一段期間他們不辦 但是我做主席一定辦 就是跟其他組員一起人際理性 真的沒有敢講 拿不拿講也沒所謂 因為我做主席就是要做事情 不能夠不做事情 我喜歡去 叫什麼呢 不喜歡緊張聽話 喜歡去學做生態 所以我們中華共同 服務僑胞沒有講什麼 就是排隊 簽名過來 我們不追求 我們請這樣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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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這樣看吧